我们都知道在邮站天邮时不能够使用手机 但还是有不少手机不离声的驾驶人士忽略这项警告 吉隆坡文良港英达花园一家邮站 今天下午大约1点25分就发生了手机突然爆炸起火的意外事故 一名年仅25岁的印第女郎在打邮时接听电话 结果手机怀疑是因为气体闪爆爆炸起火 造成女子全身60%被灼伤 目击者透露该名女伤者沙利斯娜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被烧光 身体多处被灼伤 目前救护车已经将她送往医院急救 伤事稳定 游战的闭路电视显示 女伤者沙利斯娜的手机当时放在车内 她在打邮时手机突然响起 正当她打开后座车门弯下身体接听手机时 悲剧就发生了 消诊单位也提醒民众进入邮站后 在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要使用手机 以免酿成悲剧